同样因为女性的弱势地位 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 相对来说都趋向于保护女性 但就是有人利用这种特权 滥用被保护地位 破坏社会公信 翟欣欣案是少见的 与婚内期间判定敲诈勒索的案子 这也是社会有以保护弱势群体优先 将保护公平公正优先过度的一个案例 周末托格兰写篇短文 大概在1990年代 我印象里常发生这种事 有时一辆轿车碰到自行车或者行人 明明是自行车或者行人的错 但只要骑自行车的人或者行人受伤 一定是开车的人赔钱了事 以至于那时候常常出碰瓷党 在车前AO一声倒下 就得抱住司机的大腿哭闹要赔钱 演技精湛的碰瓷党还会抱一花瓶 在车前倒下砸碎 然后说这花瓶是明朝的得赔 飞蛾一笔钱再走 碰瓷党越来越没有市场 第一是因为有车的都装了行车记录仪 有些老碰瓷的没跟上市场 在行车记录仪面前演技生动的反复扑倒 车主倒车后退 他还跑过去再连续扑倒 又真凭时俱在这种事就成了笑料 碰瓷的自己被现代技术直接扑倒了 原因是汽车普及了 1990年代一辆车可以买一栋小楼 我们那时候叫一屁股坐下去 就是坐在一栋楼上面 有车的都富有 没车的是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多 大家都觉得出了事 你有钱你也该赔 别跟我们穷人计较 所以总是开车的恨恨地丢下几张钞票 掉头就走 但现在中国大部分家庭都有了车 这时候有车的不一定就是富人了 大家都成了弱势群体 碰瓷党再来讹 大伙情感上接受不了 群众基层决定执法效果 大家不吃这套就没市场了 中国互联网也经历了差不多的过程 一个弱势群体滥用自身优势 最后被迫平权的过程 我印象里 微博最初第一起滥用弱势群体事件 是梁颖用小作文 控诉前男友罗冠军是强奸犯 称罗冠军对他是爱我 所以强暴我 两人2019年相恋 262天后分手 因为梁颖想去广州定居 要求罗冠军在广州定居结婚 在房产证加他名字 以及十多万彩礼 罗冠军没有同意 梁颖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专门用来攻击罗冠军 将他塑造成渣男形象 说他强奸梁颖治他怀孕 又逼迫他打胎 事情发酵后 罗冠军一条微博 被网民骂了24万条留言 罗冠军为此丢了工作 社会性死亡了半年 一直到罗冠军拿出证据 证明他跟梁颖是普通恋爱关系 梁颖公开道歉 罗冠军放弃行事诉求而结束 据罗冠军回忆 在这起事件中 跟随梁颖一起围攻罗冠军的 大多是15到20岁的年轻女性 他们坚定地支持梁颖 是因为没人会用自己的清白 去污蔑别人 而他们向罗冠军道歉时 理由都是 对不起 我当时实在是因为太善良了 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网络是一个容易放大 集体情绪的地方 弱势群体容易被大众同情 并相对认可其证词 而性骚扰本来就很难自证清白 放在网络上属于群体道德审判 在罗冠军之前 有2018年名震全国的 朱军被控性骚扰贤子案 在罗冠军之后 有小惠军诬告公司老板性骚扰 阿里女员工师堂发传单 诬告上司抢奸 以及霍尊前女友陈璐 在独闺蜜怂恿下 先以小作文重伤霍尊生育 再向霍尊勒索900万事件 而且每一个发起攻击的女性 都不约而同地说自己抑郁 有的还重度抑郁 这些事件的背后 性质跟1990年代 行人是弱势群体 叫车是强势群体一样 不过进入网络时代 社会标本替换了一下 变成女性或其他群体是弱势 男性是强势群体 属于新时期的新社会现象 大众首先同情并认可弱势群体所说的话 不过平权的过程随着时代加速了 在早期 对男性发起攻击的小作文里 梁颖 贤子都全身而退 之后因为小作文太多 网民情感被反复玩弄 引起社会反弹 才开始有了一定处罚 小灰军账号被封 阿里女员工被辞退 而陈璐因为敲诈勒索 被证实立案 几乎与陈璐事件同时发生的 是翟欣欣被证实批捕 这件事情的影响更大 按翟欣欣的说法 苏小茂是因为从事网络挥产 畏罪自杀的 跟她没有关系 但无论苏小茂是否从事挥产 都不能成为翟欣欣敲诈勒索的理由 苏小茂自杀前次述 前期翟欣欣利用她个人有漏税行为 和微凤网络电话功能 使灰色运营为要挟 在已向她赠送300万财务的情况下 还向她索要1000万人民币和一套房产 最终无奈自杀 翟欣欣案件的特殊性是 她是躲在恋爱和婚姻的背后 通过正常恋爱婚姻的方式 一次次骗取和勒索 各种男人的钱财 并且屡次得手 也不会有人追究 直到这一次 逼死苏小茂 把事情闹得天下皆知 才最终被判退还所得财物 正式批捕 并极有可能获得10年以上 有期徒刑 同样因为女性的弱势地位 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 相对来说都趋向于保护女性 但就是有人利用这种特权 滥用被保护地位 破坏社会公信 翟欣欣案是少见的 与婚内期间判定 敲诈勒索的案子 这也是社会 有以保护弱势群体优先 向保护公平公正优先 过度的一个案例 昨晚上 我一个人去看了 新上映的《变形金刚》 发现片子里的主角 居然全是墨西哥人和黑人 以前女主角可都是 金发大波浪的呀 有意思的是 今年上映的《好莱坞大投资》 主角几乎全是黑人 连美人鱼都黑成那样了 明明许多角色 本该就是白人的呀 加上欧美LGBT 各种奇奇怪怪的社会现象 说明美国 跟我们在走一条相反的路 他们是由 向保护公平公正优先 正过渡到 以保护弱势群体优先 如果以2018年 朱军案为起点 中国这五年左右的 社会意识形态 经历了好几轮冲击 民众在被一次次 惨痛教育后 也不再愿意 急着成为道德的批判者 而更愿意等一等 说不定事情会反转 说不定又只是小作文 在社会民众心智 被网络急速催促后 才有了陈璐被立案 和翟欣欣被批捕 仿佛回到当年 轿车与行人的 社会属性变化 因为技术的普及 与民众的意识变化 碰瓷与小作文 他们都没有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